首先要疗愈的是 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侯先生三十七岁 来自陕西 自由工作者 素女士三十四岁 来自山东宝妈 她们究竟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们之间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我就是丧失婚姻 我老公您可给自己买雕 他也不给孩子做饭 我买雕不是为了有面吗 有面的他能有活 有活我才能挣钱呢 他宁愿晚上吃就喝酒 他也不给孩子陪伴 喝酒都是为了人脉 那人脉就是资源 资源才能变现 唐靖可在家躺一天 他也不出于上班 那我要他有啥用 我躺着也是工作 工作也是挣钱 挣钱我才能养家 这个看完以后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躺着 就是在工作呢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 都应该躺一下 他可能躺着在联络业务是吗 对 而且发现就是女生 无论说什么 男生都有一个 非常非常合适的理由 去堵他的嘴 对不对 这是爱的方程式吗 不是 怎么回事 老师因为就是 我喜欢爸 他现在跟我也是 属于冷暴力的这种 多长时间了 要是从头算的话 现在反正就有两年了吧 不是你们结婚多久啊 我们结婚八年 有没有孩子 孩子多大 有两个 一个六岁一个七岁 男孩女孩 两个男孩 压力很大呀 那咱们一件一件事来说说吧 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他 再坐井关天 让他变得稍微现实一点 然后就是说 不要打扰我的工作 您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个写手 写手 我们同行 对 不巧我也是 你写什么的 我一般喜欢写网剧 一年写多少部 三部 一部是150级左右 相当于是两三个小时嘛 对吧 对 大概几万字吧 差不多 挣多少钱 这个怎么说好的时候挺多的 我知道 这个数评区嘛 我就算你两块钱一个字吧 有了 二十万 一年 他一年有拿了二十万回家吗 没有 连家都养不起 你说实话吧 你一年挣多少钱吗 差不多 二十万左右 你别给我扯这 我们都干这个呢 一年也就一万多块钱吧 一年一万多块钱 养活俩孩子呢 四口人 你还挺白白跑道的 他老婆都说了嘛 还穿雕呢 他二十万 往家拿一万 十九万自己花去了 我这么说吧 就是四年嘛 我能挣了有将近六十万嘛 然后就是我组了两次团队 到西安去坐去了 我敢说这些钱 我都发给我的员工了 我是一分没留 自己家里也没留 没有 一分都没有 没有 我觉得今天妻子 肯定有很多很多委屈 我今天来这儿 就是想让她找一个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她成天在家 感觉是很废物的一个人 家里的基本开支 她都支撑不起来 那没有钱怎么办呢 她找我爸去了 背着我找我爸要去了 那你给不了 那我还不能找你爸 行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为家考虑 不为孩子考虑 你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 太自私了就是 适合当爸爸吗 女生男先别着急扣帽子 咱说事实 我这么一算呢 一年一万 一个月几百块钱 这基本的生活开支 谁来治活 从何而来 我婆婆每个月给补贴点 那您是跟公婆住在一起吗 对 那她呢 她个家 做什么工作呢 没有工作呀 所以我让她找一个 稳定的工作 有个稳定的收入吗 她不是说 她现在在写网剧吗 现在还写吗 我现在写不了 为什么 就是这么说 就我儿子学这个 跆拳道以后啊 三天两头买东西 基本上我送孩儿去了 教练说了 你看今天得买个校服 一百五 一百五就是我这一个月 烟钱 老师都说了 交 我交了 没有烟就写不了网剧了 给孩子报个班 你就没烟手了 就这个原因啊 真是这个原因啊 真是这个原因 我们的一般情况下 都是这样的 因为没钱 所以要写 对吧 要有钱我们就不写了 没钱的时候 我们才拼命写 你怎么跟我反着来呢 因为就老师 就是我说的没有意义 就是你要是知道 我在工作的时候 你再去打扰我 然后再找一些事 去反我的情况下 谁在打扰你 这个工作我去怎么做呢 谁在打扰你 现在我跟孩子 去打扰他 打扰坐着吗 他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打扰他了 就是他写剧的时候 他不是关门吗 孩子突然之间 就把门开开了 那已经不是开的问题了 我戴着耳机 我能听见我还要再喊 然后咣当咣当踹门 那怎么了 我不写了 我不写 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不行吗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整天 我为了 我为了说找这份工作 我为了你 我说找份稳定的工作 我托朋友 帮我找份稳定的工作 有没有错 我出去应酬一下 有错吗 给你找到什么工作啊 给你找不到了吗 你那朋友靠谱吗 你干了十天 钱呢 他没见到钱呀 人是他们老板在国外 项目停了 不让我去干了 那十天 只能十天工资吗 刚才那个小小姐们 还说到一个说买雕 说什么不给孩子买奶粉 给自己买雕 对啊 但是孩子小的时候 他挣了一笔钱 他没往家里交 他给自己买了一个雕 这个我感觉 也不算是我犯错误 那就是他自己多想了 那什么都根本不听解释 来 那现在我给你解释的机会 先生就是您买雕为了啥呀 因为就是到这个工资 就是我还没干满一个月的时候 这个团队出业绩了 老板就给发了八千块钱 这个八千块钱属于是奖金 但是老板发完这个奖金以后 微信上就说了一句话 说你看看咱们团队的人都买雕了 你是否需要买一个 然后呢 你想咱们一出去 你自己一个人穿一张头 这老板是卖雕的是吧 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一想 我说那反正工资没发嘛 你不是发了奖金吗 他这个描述我就买吧 就拿了奖金 这八千块钱就买了一个 这个事就让他抓了就不放了 就说不给孩子买奶粉了 不管孩子了什么的 那你说我自己的孩子我能不管吗 那你自己的孩子你管了吗 我管呢我能不管吗 反正在他嘴里 我是啥也不管 不是咱就说这奶粉的事 你就发了八千块钱 全职妈妈就没钱啊 孩子要喝奶粉啊 别让他说的那么惨 说就没有奶粉那么 你让那个说跟我婆婆住在一起 婆婆给救急吗 是不是 对 那你婆婆到底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 每个月补贴就一千来块钱吧 婆婆补贴一千 丈夫一年挣一万 你们一家四口 一个月也就不到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孩子还要上学 所以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简单活着呗 老师们我问一下 就是我说这个数字 我们四口人活一年你能信吗 那您说是多少钱 我说实话就是好比说我今天挣五百 我就留五十我就转给他 明天我挣一千 我还是留五十我还是转给他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工资啊 既然不是工资 那就是我没挣钱 我就啥也不是 我养不了孩子 在转账上 我们也都有转账记录嘛 你转账记录上 一年给你家里转了多少钱 三万多吧 我问一个问题啊 你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七岁了 你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 因为孩子没人看呀 孩子不是上学了吗 上学呀 他早上八点送 十一点接 下午三点又接 你们也没有什么小饭桌这一类 可以托管的吗 小饭桌有 但是他奶奶不让 奶奶他们可不可以帮个忙呢 主要我婆婆身体也不好 我父母是什么 我父亲爸 枪梗 然后母亲的腿不好 就这你还啃老 不想啃呢 那有的时候不让人逼的嘛 所以都是理由和借口 对 男生的诉求很简单 你不要跟我冷战 但是呢 女生是做不到不跟他冷战的 是吗 他怎么样你能不跟他冷战 有时候他在家太懒了 就跟个废人一样 就比如我在家 我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他连饭也不做 就往那躺 就拿着手机 天天就是看手机 孩子一点也不管 我那是看手机吗 我看你打游戏呢 我那是在打字好吗 那也太巧了吧 顿顿到翻口写这东西啊 那就是所有发生巧的事 都是我不对是吗 行 你俩也甭吵了 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状态呀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好好对话的 我们听听两对过来人 他们有什么意见好不好 这个男士我觉得他挺有才气 把你的才华充分地发挥出来 您就需要他更努力一些 对吧 努力 但是呢 生活呢 我觉得应该面对现实 首先先把这个暂时的问题解决 别去刮扯老人 别去啃老 曲老师 您看看怎么办吧 男生 我知道你有一颗还蛮强的事业心 对 但所有的人 亲人 孩子 老人 妻子 全都要围着你这个目标去 安排自己的生活 对 我小的 自己父母身体那么不好 还要每个月给一千块钱拿着 妻子全职在家呀 两个孩子完全自己玩不赚的 你却躺在床上 你告诉我 你看手机的时候 真是都是在写作吗 不是 你在逃避 对 在家里还得端着 所有人都得为我转 我这个做不出来就是你们的责任 我就不相信 那篇文章没有完成 就是孩子打断你那件事导致的 你根本就完成不了 你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所以咱们脚踏实地好不好 老师 我想让他再等我一年 等你一年干嘛呀 让我沉淀一年呢 沉淀一年咋沉淀 沉淀一年我就会好起来呀 我刚三十七呀 你刚三十七 还在自以为是是不是 怎么到三十八能发大财 不是啊 老师这话可不是这么说呀 不是这一年你要干嘛 王冬六十岁跟着刘备 我们不算这个 江子牙八十岁 就是这一年你有什么计划 这一年要干嘛 我有我的计划 要不为什么会来爱情保卫战呢 因为我已经有计划了 但是现在因为它我实行不了了 您说呀 什么计划 我们家离着国外很近 可以说是一步之遥 就是说我可以走这个信息流 我去拍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拿到网上很卖做的呀 我就问你一句话 一年时间给你了 失败了 你会怎么做 这个计划有吗 这个计划没想过 我没想过失败 这是最重要的 侯先生 我觉得任何一个有梦想的人 都有权利不被打击 不被嘲笑 你有这个权利 我非常地认同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 但是我们同时 也要有另外一个人 喜欢在绷着 比如说如果真的失败了 那我怎么给家里人 一个另外的一种保障 同时 我怎么样去跟我媳妇来沟通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支持你的梦想 但是你得支撑这个家庭 梦想和家庭都要有的 有一句话我想跟您说 我不敢想象 在这样一个家庭 你怎么有勇气 能在家做全职太太 你的借口 理由 说我要接孩子 我要送孩子 谁家没孩子什么 就是当你已经看到你们家 在你的口中是接不开锅了 活不下去了 就这样 我宁愿扭头去管我公共药 管我婆婆药 我也不出去工作 因为我要接孩子 就是你们俩是一类人 大家都只固守在自己的观念 和自己高举着 我为了什么什么什么 而其实是躺平懒惰的一种状态 丈夫是 我为了要实现我的梦想 我为了要怎么怎么样 我要挣大钱 你等我一年 我38岁就好了 妻子是不行 我得接孩子 所以你们两个人 都是极度自私 只考虑自己的舒适 我现在想来 觉得你们家那两个孩子 特别的可怜 第一 生活在一个冷暴力的家庭 爸妈每天不说话 第二 爸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尤其又是男孩 他需要以父亲为榜样 可是每天看到 爸爸是什么呢 在家待着 要不然就是 我不能打扰爸爸 妈妈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也不工作 每天就是接送我们 给我们做饭 孩子在家里面 感受不到父母的爱 感受不到一个 和谐的家庭 然后你们两个人 又不是全身心地 为孩子着想 都是为自己着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蚂蚁到哪儿 你能说是蚂蚁爬得快吗 现在 所以对于您来讲 如果您还希望的是 我能够再跨上一个车轮 车轮带我到哪儿 我就能够带全家发家致富 不可能了 小伙子 脚踏实地一点 就跟您妻子讲 您带着孩子回您山东老家 请您父母帮忙看孩子一下 接送一下 你自己在当地找个班上 如果还爱他 这一年内 不要起诉他离婚 这就是你对他可以做到的等待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了 而这个对于您来讲 也算是我给您的一个 比较友好的建议了吧 你要的一年 替你争取来了 支不支持不管 但至少不起诉离婚 那么你至少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证明你自己 而且在这一年内 老婆还玩都安全 老婆也能找回自己的人生状态 我没什么好说了 好 感谢二位 您二位再好好想想啊 来 我们换第二组嘉宾 谢谢